是 碧血阁追杀得如何了 天都之中 碧血阁的余孽已经数铲除 来幸可安心了 希望以后 不会再发生女子失踪之事 能将此毒瘤除去 的确是一大收获 不过这几日 我反复思索一件事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明白 让我猜测一下 是否与卿尘有关 与四哥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心里想什么 倒是不难猜 你倒是懂我 自从卿尘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开始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他总是站在我们这一方 在平行镇时 梁国社府 他曾提醒过我们 甚至与萧绩斡旋 还助我们杀了萧绩 不但如此 他将我身上的毒 引到自己身上 破了我与他之间的生死截 却不主动告诉我 当我因为五弟之死 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又入七弟府中 暗中帮我查案 积极想来 一个苏为平生之人 为何如此诸 若是想借四哥之手 复兴无足 计划周详 而且步步精准 其人无论是心计还是城府 皆非同一般 最令我担忧的是 自从我与清晨相遇之后 我与他如宿命般纠缠在一起 一同经历种种磨难 他悄无声息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而我却毫无防备 更无从躲避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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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对他有所防备 不妨 你且先将 天舞醉坊那些 无处可去的女子安置好 绝不能让她们 再受到一点伤害 放心吧 我早已派魏长征 去着手处理了 关于清晨 帮我暗中查一下她的身世 她虽然是西邪长老 在外受的徒弟 可我们又找不到西邪长老 所以只能从别的地方下属 去帮我查一下 她究竟从哪里来 她的目的又是什么 既然我们与她 是在平兴郡相遇 那我就派人前去平兴郡调查 沿路查回天都 凡是她做过的所有事情 绝不遗乐 或许能找到些许线索 清晨把所有的事情 都掌握在她的手中 甚至安排袁婷 离开天都 她借助我与七帝的力量 铲除了巫族的对手 暗巫的势力 虽然因此 七帝重新获得父皇信任 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 她的目的 就是为了离境天这么简单 她背后 或许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清晨上回遇见了梁国突袭 玄甲军死伤 这样的力量实在太过可怕 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等调查清楚了 是敌是友 方能断定 越快越好 四哥放心 我这就去办 这些就是你查到的资料 我透过各种渠道查探 发现清晨出现在平兴郡以后 才有线索可查 在此之前 皆是一片空白 你所查到的资料里面 连他的出生地都没有 这些年 玄甲军的亲信遍布大魏 甚至潜伏他国 从未有过一回 连一个人的来历都查不到 真是太过匪夷所思 巫族那边什么情况 莫先生说他亲自测试过清晨 他的确是西邪长老的清传弟子 看来他的真实来历 唯有西邪长老清楚 之前两位长老试探他的时候 我也在场 难道是有人故意抹救了他的遗切 不无可能 更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七哥前去见了父皇 此番他护驾有功 却未替殷家要求半分权势 更未提及身在冷宫的贵妃娘娘抑郁 偏偏要了天舞醉坊 送给清晨姑娘 不得了 上一次清晨没有向我交代这一切 看来他早已经计划好了 只是他怎么会料定父皇 会把天舞醉坊赐于其地 七哥想将天舞醉坊改造成医馆 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女子 此举父皇认为有利于造福百姓 笼络人心 自是不会拒绝 七弟心思细腻 绝对不会成为他人的棋子 他偏偏却为清晨做了这样的事情 没想到清晨在他心中 占有如此大的分量 如此看来 究竟是清晨利用了七哥 还是七哥利用清晨 暗地为殷家布局 尚难论断 三哥利用清晨利用清晨 只有他们两个自己知道 殿下 卿尘姑娘来了 看来殿下早知道我会来此 你能预知 我就不能猜测了吗 何其之忧 这碑中有片叶子 殿下可知 仅凭这片叶子 Pere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 我给大家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愿意来 我定然欢迎 无论是凌王府或是湛王府 终归不是我长久安身之处 等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便会告知殿下 我将何去何从 我还以为你会回巫族 巫族离散 离境天破败 陛下又未对巫族解除禁令 终非安全之计 好 我会静静等待你的答案 但我更希望 我 终有一天 你会主动告诉我你的去向 我的砖兴 你自己的心 我回到最后